你还哭 哭什么哭啊 要不是你同意 四爷能那么见吗 我就想让他这么说 你跟汪琴是过去事 我跟你才是现在进行事 那你得犯场合呀 那什么场合 那么多的媒体 大庆广众之下 你想管我的感受吗 把我的脸往哪里搁 那我怎么让他们会来 不是你叫他们来的吗 我让他们来 我吃饱了车都能让他们来 那 那他们怎么会来 我怎么知道 你看这个烂摊子 这烂摊子你怎么收拾 人家为了你 爱了汪琴一巴掌 你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 不然一直骂我 你一点都不心疼啊 你不自嘴的 还疼吗 我说了 只要你是真心爱我的 不管要我做什么都愿意 别说是一巴掌 就算是一颗子弹 我也会为你挡的 行了 行了 你越这么说 越让我觉得自己不像个男人 你别这么说嘛 是我不好 我原本想帮你的 没想到就坏了事 不然我去跟吴董说说看 说不定还有回转的余地 算了 算了 这个吴董 本来就对你不怀好意 我自己会处理的 关系啊 我们已经签了合同 就算是小美月 也得付出一些代价 谁啊 我 贝贝 她肯定听到些什么 快躲起来 来了 尹董夫人 你别来无恙吧 你在看我什么玩笑啊 你不是很忙吗 怎么会突然跑来我这儿 我就会想过来证实一下 跟尹建平却装装的女人 是不是你啊 是 是我啊 我认了 我都认了 怎么样 你怎么做得出来啊 你不知道 汪秦的建平是一家子吗 你跟汪秦十几年的朋友啊 我老实告诉你 我爱建平已经很久了 你无耻吧你 破坏别人家庭 你还理直气壮啊 其妄我终于自己的爱情 你问问看汪秦 她终于自己的欢迎吗 她敢发誓 豆豆是建平的亲骨肉 这件事情还没有搞亲情 汪秦她不是随便的女人 你别给她乱脱帽子 你对我不公平 我们俩都是你的朋友 为什么汪秦是无辜的 我就是无耻 你破坏她的家庭 横刀夺爱 抢她的老公 你不无耻吗 如果建平还爱她的话 我抢都抢不走 你明明就是趁虚而入啊 尹建平 你自己出来把话说清楚 说完 这话又说什么呢 你原来躲在这儿啊 哥 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 是汪秦仙背叛的我 你还有脸吗 我看豆豆又是你找个借口吧 早在你做那个什么亲死监定之前 你就跟他搞在一起了 周中的照片就给你作证 你说那么多干吗呀 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呀 我奉劝你一句 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你们没怎么这么说话 你 我知道谁惹谁了 我让他进我屋子骂我 李建平 都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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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姐 小开一点 千万别钻牛角尖 你如果到底做错什么了 十年 我们是十年的好朋友 这十年来我一路地帮他 我帮他介绍工作的机会 关心照顾他的生活 我带他就像亲姐妹一样 可我怎么都想不到 破坏我家庭的 我确认就是他 你想开一点 你不是说过 能看清一个人 也不是一件坏事吗 其实 他就是一个 名副其实的狐狸精 在我眼里 他就是那种贪婪的女人 一旦秀到有利可图 什么人都嫌疑利用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傻呀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 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我怎么会傻成这个样子啊 就这样一直被他们蒙在鼓里 汪姐 不是你傻 是你跟狐狸根本就不是一种人 他做的那些事打死你 你也想不到 你怎么可能又会发现呢 可就算我早发现了 又能怎么样呢 逗逗的千次坚定结果就是那样 我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 汪姐 我觉得你特冤 逗逗 不是尹建平的孩子 你又这么疾身自爱 清清白白 那逗逗 可能是谁的孩子呀 逗逗该不会也不是我的孩子吧 不对 这不可能 现在什么事不可能啊 会不会是医院搞错了 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 哎 要我说啊 你也做一次亲自坚定 我害怕 万一都对 你不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吗 不管什么结果 都比你现在不清不楚地要强 对不对 对 早饭吃饱了没有啊 好了 我们逗逗最漂亮了 去拿书包 嗯 嗯 贝贝 那这两天天平给你打电话了吗 没有啊 我最近挺忙的 您要找他给他打呗 找他干什么呀 他有心 他自己就回来了 啥 吃饱了上班去了啊 哎 等等 等等 喂 视aley 喂 谁问你 那个 剑萍和你那个同学姓 姓胡 胡什么来着 狐狸呀